4月6号下午 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 豫荣居民区的维罗那贵都小区大门口 街道安排的生活物资经过消杀后 由居民区工作人员组织志愿者进行统一发放 志愿者杨超群是小区业委会主任 也是志愿者机动小组负责人 他介绍说 经过消杀后的物资会及时运送到居民楼下 再由其他志愿者送至居民家中 确保小区居民足不出户 我看这物资里面有婚有素 应该是一家人三口自家的话 两三天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就组织一些志愿者 就是赶快地把它运输到每个楼道 然后等会有楼道的志愿者 再把它给送到爱家爱户 做到逐步出户 杨超群表示 当天得知小区来了一批生活物资要发放 志愿者们纷纷报名 他们骑上自家的小店驴 穿梭在小区各楼洞间进行发放工作 采访时志愿者潘小兰说 自己已经来回跑了快20趟了 他说为了能让小区居民早点拿到新鲜物资 自己跑多少趟都止 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 豫荣居民区党总职书记叶菊利表示 当天的物资是永丰街道集中的第二次配送 今天接到这批物资也是解决了他们的难眉之急 然后居民收到物资也是比较开心的 所以永丰的物资还是发的比较给力的 很温暖的 很温暖的 谢谢政府 我相信我们在未来没几天时间肯定能够战胜疫情的 大家加油 上海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